我們看立體式 他說1公斤的ME 這個速度12公尺每秒 然後撞擊這個靜止2公斤的F2 它之間的恢復伏伏是0.5 那第一小題問說 碰完以後V1跟V2各為多少 事實上我們可以代公式 V1Prime等於M1 再加M2 這是M1 減掉1倍的M2 這V1 那2的話 V2是等於0 所以不用寫 M1是等於1 減掉0.5 M2的話是2 M1是1 減掉0.5 那乘以多少呢 M2的話是2 這是V1是12 這等於0 為什麼 因為這個乘起來是1 1-1是0 所以V1Prime也是靜止的 那V2Prime V2Prime等於多少 等於M1加M2 等於M1加M2 等於M2 等於M1加M2 分之內 這個是M1 1加1 那這是V1 那這是V1 M1加M2 這是3 那M1是1 那M1是1 那乘以多少 1加0.5的話是1.5 那乘以多少 V1 V1是12 3是12 所以是6 6公尺的也每秒 6公尺的也每秒 好 那這樣都算出來 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它會那個動能損失 那動能損失 就作用前的動能 只有它有動能 2分之1 M1 V1 平方 減掉 作用後 第一個指點已經沒有動能了 所以只剩下第二個指點 有動能 2分之1 乘以M22 乘以6的平方 那這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是36 那這是12再乘以6 因為12除以26 乘以6 這72 72 減掉36 所以是36加爾 36加爾 那當然的話 你也可以帶那個公式 我帶那個公式 就是 重前的那個內動能 2分之1 mu mu的話 是m1加m2 1加2 分之m1乘以m2 1乘以2 那再乘以呢 V2的平方 V2現在是多少 是12 12的平方 它們相對速度12 再乘以1 乘以1 減掉多少呢 減掉0.5的平方 1平方嘛 2分之1的平方 這4分之3 這是別掉 這是3 那3 412分 4乘以12 再乘以8 這是4分之3 4分之3 所以算出來的話 答案也是36 答案也是36 答案也是36